富豪借口出差与女明星私会 怎料电话查党要他马上回家 可在开车时还分心导致悲剧发生 两人惊吓过度却并未受伤 但对面车上的男子 因为不计安全带还拿着手机打字聊天导致当场死亡 男人掏出手机想要报警却被女星冲上前阻拦 一旦报警两人的关系就会被曝光 他不想为此身败名裂 何况他们的车并未发生碰撞 都是对方挤打方向盘才导致失控撞向路边 这条偏僻小路也没有监控 只要他们现在离开 根本不会有人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女星最终说服了刘浩就此离开 可他们的车辆发生了故障无法启动 正巧此时远处有一辆皮卡向这边驶来 为了不让途经的卡车司机报警 女星推倒了轿车上已死的男子 然后假装自己是这辆车的司机在商议里陪问题 途经的卡车司机停车询问是否需要帮忙 也不知道他是看出了端仪还是真的热心肠 女星向他表示没人受伤并且已经处理好 可这时远处的车上却传来手机铃声 他急忙跑过去捡起手机挂断 并且假装是保险公司的电话 但这时却有一滩鲜血沿着汽车缝隙流出 当卡车经过的时候 女星紧张地用身体阻挡司机的视线 看着卡车离开他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现在有人知道这里发生车火 他们已经不能一走了之 于是刘浩开着对方的车带着尸体先行离开处理 女星则是留下来联系保险等待救援 但救援迟迟未到反而又来了一位热心大叔 大叔停车询问情况 并表示自己是开修车店的可以帮忙 大叔检查后发现问题不大 只需要专业设备重启系统即可 详细地询问了时间和地点后 女星同意到大叔家里维修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大叔会是死去男子的父亲 直到他在大叔屋里看到了一张全家福 大叔将车修好时已经天黑 他掏出手机给还未到家的儿子打电话 女星被吓得惊魂未定之时 口袋的手机突然震动 当时他下意识地将男子手机放进口袋 过后因为紧张过度也没有想起此事 大叔听到手机震动的声音走了进来 女星慌张地把手机放到了沙发的抱枕下 虽然大叔随着震动声找到了手机 但只是以为儿子忘了带走 女星出门匆忙地开车离开 大叔虽然有点疑惑却并未放在心上 如今事态变得越来越严重 女星又制定了一个新的计划 回去后两人约定不再见面 并让刘浩将车辆秘密处理掉 果然在几天后有警察找上门 一位父亲报警儿子出门后失踪 这位父亲当天救援过一辆抛锚的轿车 刚好在附近找到了他儿子车辆的玻璃碎片 并且地面上有着明显的车祸划痕 警方根据大叔提供的车牌号找到了刘浩 希望对车辆进行详细排查 但刘浩的律师已经处理好一切 他对警察说车辆早前被偷且在交警有过备案 在张律师的辩护下警察找不到任何证据 但新闻里却不断在报道着搜查进度 为了防止警方继续调查发现端仪 原本说好不再见面的女星 却拿出了死者小韩的钱包 让刘浩利用小韩的证件信息黑镜系统 伪造了数笔流向不明的巨额汇款 在警方发现这一情况后 认为小韩是典型的洗黑钱后潜逃 失踪案变成了犯罪调查 刘浩也彻底洗清嫌疑 可在不久后他却收到一份神秘信件 里边装着案发时所在地的照片 对方似乎知道一切并向他索要十亿的封口费 刘浩拿着钱来到指定酒店 出现在房间里的却是女星 他解释自己也是被神秘电话威胁 神秘人没有出现楼下却传来了警笛声 他们以为事情败露准备逃跑的时候被突然袭击 不久后警方的敲门声让刘浩从昏迷中醒来 但此时的女星已经倒在厕所没有了呼吸 身上洒满了刘浩带来的现金 刘浩被警方逮捕调查 虽然作为这起密室杀人案的最大嫌疑人 他依旧在三天后被暂时释放 为了彻底洗清嫌疑刘浩请来了从无败己的梁律师 原本梁律师想要隐瞒车祸的事情 但是在梁律师坚定的逼问下 刘浩最终还是将事情讲了一遍 经过分析后梁律师认为凶手应该是小韩的父亲老韩 自己的儿子失踪报警无果 等来的反而是警方的搜查令 平白无故承受不白之冤 老韩在失望透顶后决定自己复仇 因为他清楚刘浩不敢说起车祸的事 警察也就不会怀疑凶手是老韩 可他万万没想到即使这样刘浩还能脱嘴 于是先前一步想找到梁律师帮忙 这时刘浩才明白之前梁律师会如此坚定的逼问 原来他在来这里之前就知道了整件事情 可命案现场是一个密室 如果不知道他是如何进出的话一切都是徒劳 这时梁律师翻开资料对刘浩说道 老韩知道你的一切情况 而你对他却是一无所知 酒店的前台职员其实是小韩的母亲 他可以拿出钥匙让老韩提前躲在房间的柜子里 并且在你们到来后拨通了报警电话 随后便是老韩突然出现的袭击 伪造好犯罪现场后翻窗爬到隔壁的保洁室 最后在妻子的配合下悄无声息地离开酒店 一切的解释近乎完美 但如果想证明你没有杀女星 就必须结合之前的车祸案件 现在最麻烦的是伪造银行流水记录的事情 不过刘浩倒是很自信地保证 绝对不会有人查到是他做的 得到保证梁律师继续他的分析 虽然车祸当天你和女星在一起 但是你有不在场证明 你当时是在釜山出差 女星擅自开着你的车出去造成了车祸 对此你毫不知情 那天之后女星再也没有和你联系 直到两个月后在酒店再次见到他 死人是不会说话的 只要证明女星是单人作案 你就能彻底摆脱嫌疑 现在只需要找出小韩的车 再将女星的某样私人物品放进去就好 可即便是如此完美的剧本 刘浩依旧不愿说出车辆所在地 他找各种理由推脱 坚信还有其他办法证明女星是单人作案 刘浩的举动最终惹恼了梁律师 收起资料准备离开 这时他突然提出 如果之前的推理都是相反的呢 是你偷偷拿走了小韩的钱包 银行账户造假也是你的主意 如果当天开车的人不是女星而是你 这样的解释似乎更加完美 正如梁律师的推断 主导一切的是刘浩 是他开车导致的车祸 女星想报警被刘浩阻止 到最后引发出一系列事件 梁律师拿出了一份精神科的就诊记录 女星在车祸事件后患上了严重的焦虑症 每天看着案件报道 他终于承受不住压力 找到刘浩再次劝说他投案自首 可刘浩不仅不听 还伪造犯罪记录加害小韩 看着为了寻找儿子每日奔波的老韩 女星非常自责最终下定决心 虽然不能把儿子还给他的父母 但必须告知真相帮他们寻回尸体 所以假装知情人用照片威胁 在酒店见面时再次劝说 刘浩去自首并且报了警 而当刘浩得知女星 把一切都告诉了老韩后 刘浩恼羞成怒杀死了女星 但这些还只是梁律师的推理 他再次逼问要刘浩自己承认 至此两人终于达成协议 再次谈回加害女星的物证 刘浩表示能找到刻着女星名字的手镯 那么只要把手镯放进车里 再匿名告诉警察即可 这时梁律师再次询问刘浩 小韩的车究竟在哪里 刘浩终于说出小韩的车被他推进了湖里 但是当梁律师拿出地图 要他标记具体哪个湖的时候 刘浩又沉默了 刘浩警惕性地提起 当天有一辆皮卡路过 车上的司机有看到他在场 虽然他让张律师去寻找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 这时梁律师解释 只要证据确凿就不需要开庭公审 这个证人也就没有任何作用 终于在签下律师委托以及保密协议后 刘浩道出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原来车祸并没有让小韩身亡 在后备箱醒来的小韩恳求救命 但刘浩却没有选择救人 反而拿起车上的扳手敲死了小韩 最后连同尸体一同推进了湖底 所以在放女星手镯的时候 要把带着指纹的扳手取回 梁律师怎么也想不到真相 竟然如此地害人听闻 自己居然要帮助真凶做辩护 两人发生了剧烈的争吵 但事后刘浩主动道歉 梁律师以不想违反协议 为由答应继续 看着刘浩在地图上画下标记 梁律师如是重负地转身离开 因为他并不是真的梁律师 而是小韩的母亲 真正的梁律师早被迷晕在车里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找出 真相和儿子的藏尸地点 当刘浩通过协议上的签名 发现是假的梁律师时 他的罪行已经被公布揭露 证据确凿再也无路可逃